清洁队员集结巷口不是要帮社区清除大型家具 而是有更艰难的任务 好来来来 进来 队员们手套口罩不离声 走进屋内先从阁楼杂物清洗 一致排开123456789时 大伙得用接力方式才能清出废弃物 眼前景象不是最夸张 因为还没清理前 杂物直接满到门口根本看不见走道 屋内不时传出阵阵恶臭 邻居路过实在受不了 无法去处理这些东西 所以长久以来 它堆积了十几年来这些东西 那长期引起周遭邻居的恶臭 或者是种种的环境卫生 清洁队连续三天派了12趟车 清出30顿垃圾 空气中不时可以看到昆虫飞舞 地上还有蟑螂老鼠乱窜 居住环境实在堪忧 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他的身体健康 那我们也担心说对附近的住宅会造成那种环境的一些污染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说协助他把这个任务完成这样子 家住松山区巷弄内的陈老先生 不但行动不便 还得独自照顾独高职的迟缓儿 平日就靠食荒为生 因为不善整理环境 与次遭到邻居抗议 里长出面协助清运 才发现这家人连基本家具都没有 因此主动掏腰包赞助 也希望善心人士帮忙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奢侈品 而是简单的孩子写字的桌子 或者是他们布置坐的椅子 然后床垫床座 这些基本的东西 可以跟我们松基里的办公室联络 那我们来想想看 如何把这些该做的事 或者是该把这些爱散播出去 来帮助这对布置 要改变居住环境得先从习惯做起 里长希望屋主能暂时不要减回收物 也帮孩子申请奖助学金 但没有收入该怎么生活下去 里长期盼政府或社福团体协助辅导 让这对父子能够回归正常生活 记者邱世民采访报导